2011年3月11日當天,是禮拜五下午 台灣時間是下午1點46分 在日本當地已經是2點46分 在日本東北部的仙台,仙台東方大概100公里的位置 又發生了規模9的一個地震 這個地震其實到了日本本島上面的時候 地震規模其實已經沒有那麼大的 比如說我們這次關切的日本福島第一恆能電廠 在電廠附近的地震規模記錄到的數值大概是6.5以上 不到7這樣子的一個規模 所以其實在311當天對於日本福島第一恆能電廠 地震對它的影響其實沒有造成任何明顯的影響 因為在地震發生的時候,反應爐已經急停了 反應爐急停已經停止運轉了 所以基本上沒有任何安全的顧慮 後來造成問題是因為後續伴隨的海嘯 海嘯根據後來的資料顯示 它的高度超過了10公尺 可是在福島第一恆能電廠 它的電廠的高層位置 能夠防範海嘯的高度大概只有5.7公尺 所以超過10公尺的海嘯 就導致電廠的廠區裡面 就造成淹水的一個情況 本來在地震過後 剛剛講整個福島第一恆能電廠 當時正在運轉的三部機組 1號機、2號機、3號機都已經緊急停機了 正在進行爐心冷卻的過程 因為地震規模太大 所以外電喪失 外電喪失的時候 廠內的緊急柴油發電機也都啟動了 啟動之後 它就提供電源來幫助整個緊急冷卻 爐心、緊急冷卻系統這樣子在運作 結果40分鐘以後 就是地震過後40分鐘 侵襲這個第一恆能發電廠的海嘯 導致了緊急柴油發電機的這些備用電源 就被海水淹沒 就喪失了他們發電的功能 就在這個情況底下 等於電廠進入了我們技術上稱為 Station Blackout 就所謂的電廠全黑事件 在這個時候 更重要的事情是怎麼樣維持爐心的冷卻 雖然緊急柴油發電機已經被海水淹沒而無法運作 可是對於其中的 比如說二號機、三號機 它其實還有其他的電源 比如說直流電源可以使用 但是這些直流電源它能夠使用 維持的時間也不過是才八個小時 所以在八個小時之後 外部的電源一直沒有進來 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 整個爐心冷卻系統就完全喪失功能 這個時候爐心的溫度因為缺乏冷卻 爐心的溫度就開始上升 爐心溫度開始上升到800度 水蒸氣溫度的時候 這個時候 原來液態的水其實早就已經變成水蒸氣了 可是在溫度到800度的時候 水蒸氣會跟爐心燃料互套 互套材料它是一個鉤合金 鉤金屬在超過800度C的時候 就會開始跟水蒸氣進行反應 一般我們稱為鉤水反應 鉤跟水蒸氣反應之後 就會把自己變成氧化鉤 然後另外產生的氣體 就叫做氫氣 這個時候溫度又持續上升 當溫度持續上升到 超過攝氏1200度的時候 這時候的鉤水反應就越來越激烈 可是冷卻一直沒有進來 所以產生的氫氣就越來越多 到最後 整個壓力槽內部的壓力過高 壓力槽內部的壓力過高 是因為剛剛講的水蒸氣 還有鉤水反應 還有鉤水產生的氫氣 那當壓力槽內部的壓力太大之後 安全釋壓法 這個時候就會自動打開 然後把這些氣體 包括水蒸氣 還有剛剛講的產生的氫氣 就釋放到一次維族體 這時候的一次維族體 也開始承受這些氣體的釋放 自己的壓力也會跟著逐漸再上升 這時候 其實它有一個做法 就是把一次維族體裡面的 剛剛講的這些水蒸氣 清氣 應該要釋放到外部環境去 可是 現場的操作員 並沒有做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其實在 在美國3D島事故的時候 它當時的操作員 它是這樣子做的 可是在日本方面 它並沒有這樣子做 可是一次維族體的壓力 已經越來越高了 最後它決定把這個氣體 釋放到二次維族體 也就是反應器的廠房裡面去 好啦 所以這個時候 廠房裡面就會有 剛剛講的水蒸氣 還有就是大量的氫氣 可是這個時候 我們猜想 這個現場的操作員 之所以沒有把這個 這個高溫水蒸氣 還有氫氣 釋放到這個 大氣環境裡面 可能一個考量就是說 他們認為先釋放到這個 二次維族體的這個廠房 透過廠房的這個過濾系統 再排放到大氣環境 這樣子對於大氣的這個 放射性物質的這個擴散 會比較能夠控制 結果沒有想到 在這個氫氣進入到 二次維族體的這個廠房之後 它就跟這個 廠房裡面的這個氧氣 然後產生了劇烈的這個 化學反應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氫氣爆炸 那這個同時也是導致後來 一號機跟三號機 這個爆炸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他們本身 這個 反應器的這個壓力槽裡面的這個 燃料護套跟水蒸氣作用 產生的大量氫氣 釋放到二次維族體的廠房之後 導致了氫氣的這個爆炸 這個時候其實一號機跟三號機的爐心都已經熔毀了 因為溫度實在太高了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兩個爐心都已經熔毀了 好 那二號機呢 二號機其實它並沒有發生像 一號機還有三號機的廠房爆炸 可是實際上二號機它爐心也是熔毀了 但是它所產生的氫氣呢 它其實並沒有釋放到這個 這個二次維族體的廠房這邊來 它還停留在這個一次維族體這邊 然後在一次維族體我們相信 因為根據當時的紀錄顯示 二次維族體 不是 二號機的這個 一次維族體裡面其實傳出了這個爆炸的聲響 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推測 現在確實的原因還在調查當中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這個 有確切的證據 不過我們推測它的這個氫氣爆炸其實是發生在一次維族體 也因為是發生在一次維族體 所以二次維族體的廠房它是完好的 好 這個是當時一號機二號機三號機發生的這個情形 那四號機也發生爆炸 可是我們知道 福島第一核能發電廠總共六部機組 四號機、五號機、六號機 當時正在進行稅修 所以燃料已經從這個反應器的壓力槽都已經移除了 到放到這個用過燃料池 那四號機為什麼還是發生爆炸呢 當時就有人推論說 是不是因為這個四號機的用過燃料池裡面 因為它冷卻系統的功能也喪失 所以這個放在用過燃料池裡面的這個燃料 一樣 因為它經濟了高溫 然後跟水蒸氣作用產生大量氫氣 後來發現並不是這個樣子 那四號機爆炸的原因 還是氫氣爆炸 不過它氫氣的來源其實是從三號機過來的 因為在第一核能發電廠的設計是 一號機跟三號機 它共用了排氣的這個通道 那三號機剛剛不是講的 它產生了大量氫氣 那有一些氫氣 就因為這個共用通道 就這樣子跑到了四號機 跑到四號機之後 同樣的在四號機的這個二次微組體 也就是廠房裡面跟氧氣進行劇烈的化學反應 所以導致了後來的氫氣爆炸 所以根本跟放在用過燃料池裡面的這個用過燃料 是無關的 那為什麼知道這樣子的一個 做出這樣子的一個推論呢 因為後來實際上 用這個機器人進到四號機的這個用過燃料池去檢查的時候 發現四號機用過燃料池裡面的這些用過的燃料 還有包括睡修時候退出來的這些燃料 都是完整無缺的 然後整個池子並沒有發生爆炸的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可以很有信心的這個推論 用過燃料還有退出來的這些核燃料 在用過燃料池裡面 並沒有造成四號機後來的氫氣爆炸 四號機的氫氣爆炸是由這個 三號機的氫氣透過共用管路跑到了四號機 導致後來四號機廠房的這個爆炸 好 以上呢 跟各位說明的其實就是這個地震伴隨海嘯 發生之後 這個福島第一恒能發電廠 這幾部機組發生爆炸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我想這一次的福島第一恒能發電廠 這樣子的一個事故 其實我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待這個問題 第一個當然就是它自己的這個硬體設備 那硬體設備我們剛剛講的就是 它那個整個電廠高層的位置 包括防海嘯牆也都考慮進去的話 它只有5.7公尺 可是地震發生之後來的這個海嘯它超過了10公尺 再加上這個 剛剛講這個外電已經上市了 大地震過後其實外電已經上市了 那電廠本來有它自己的備用電源 也就是這些緊急柴油發電機 第一 日本福島第一恒能發電廠把它的緊急柴油發電機 放在了地下室 放在地下室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其實是抄襲美國核電廠的一個設計 那美國核電廠為什麼把這些備用的緊急柴油發電機 放在地下室呢 因為美國的整個大陸的氣候 它會出現龍捲風 所以如果它把這些備用的電源放在地面的位置的話 它擔心會遭到龍捲風的這個侵襲 所以當美國電廠在設計的時候 它就把這些緊急柴油發電機設計在地下室這樣子的一個位置 日本建造這個第一恒能發電廠的時候 它也是反了美國的這個設計 結果沒想到把這個緊急柴油發電機把它放在地下室 反而因為海嘯的入侵 導致它們的功能全部都喪失 這個是從這個硬體設計的方面來看 福島第一恒能發電廠這個事故發生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層面我們來看的是它人員 人員的訓練不足也是導致這一次日本福島第一恒能發電廠發生事故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日本一向對於他們的在福島事故之前 對於他們的這個恒能安全他們是非常的有信心 而且是有信心到已經是這個我們認為過度自信這樣子的一個地步 所以他們從來不對他們的這個電廠的人員 進行所謂的核能安全的這個宴席 因為他們不認為在日本會發生長時間喪失電源這樣子的一個事故 他們從來不認為他們在日本會發生這種事件 結果你看這個大地震之後它外電喪失 結果沒想到可以拿來作為備用電源的這個緊急超過發電機 也因為這個海嘯而喪失他們的功能 這是他們死掉未及的 那就是因為他們對於他們的自己的這個核能安全過度自信 所以他們對於他們電廠的人員也沒有像我們台灣一樣每年進行這個核安演習 他們沒有所以當這樣子的事故發生之後 現場的工作人員學歷上他們知道該做哪些事情 可是程序上面他們從來沒做過 所以他們也不知道程序上面一個步驟接著一個步驟應該要怎麼樣去執行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後來在檢討日本福島第一恒能發電廠的這個事故的時候 所考量的另外一個事故的噪音 就是他們的人員對於緊急事故的處理他們的訓練其實是不足的 所以我想我們看這個日本的這個福島事故的話 我想我們要從更比較完整的這個各方面的角度去看的話 都不可以忽略就是說 除了這個超過設計基準的這個天然災害之外 另外一個不可以忽略的就是人為的這個因素 也是導致後來福島事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OK 以上我想就是對於整個三年多以前 在日本發生這個福島事故所做的一個說明 謝謝 1 覺得自己打算 我們 respiratory 我們選大 populace 我們會心思 reports 達 猴真 我們就是大家 多ему equilib stickers